疫情当下 传播媒体更需传递生活中安定心灵的力量 郑升广播原计划于6月份办理的Podcast对谈活动 全民嘴俱乐部 因疫情搅局临时喊咖 有感于疫情期间声音媒体陪伴的重要性 郑升改以线上视讯直播的方式重启活动 让知名广播播客主持人 讨论包含艺文 心灵 科技及生活四大范畴主题 首场直播艺文不打烊 邀请主持经验丰富的黄紫焦 与怪胎新人MIDI杨世宏 Podcast别叫我文青 一同聊聊广播与Podcast主持的秘心 我觉得广播是一个非常需要内容的平台 虽然很多人都以为可以讲话就能做主持 可是因为日久见人心 那毕竟广播真的是靠声音吃饭的一个产业 那假设不播歌 你是一个纯谈话访问的节目的话 你自己如果料不够 你很容易第一个碰到一个雌虫的受访者 你怎么接得上 还能够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吗 你不能赶他走吗 那反过来讲 如果碰到一个话很多的 你又怎么跟得上 他聊东你要跟人聊东 他聊西你要跟人聊西 你没有任何表情 你也没有任何布景啊 灯光啊 什么VCR来辅佐 所以你自己要先做好很多的内涵的准备 第二场直播当人生迷惘时 由Podcast不负责谈心事 哇塞心理学 艺术系才女歌手田心蕾 累累接棒 与大家谈谈疫情下的报复性行为与焦虑 那谈到焦虑这一点啊 我前一阵子看到一篇研究 那这个研究啊 他就他就在谈说 如果你对于整个疫情的焦虑 越来越高的话 那么呢 因为你焦虑越高 所以你的标准就会越高 你希望别人要好好的遵守什么规则 你就会觉得你要严格的去盯着别人 所以换句话说 当疫情对疫情越焦虑的人 他们对于这种道德感会越来越高 另外还有两场直播脑性难的科技与音乐和心灵沟通术 集合了不同类型的Podcaster 科技库宅告白那一刻 分别于五五声乐团 疗愈系歌手小球庄娟英 除了畅谈科技所带来的新生活体验 还透过人类图和观众互动 一起来探索更深的自我 正声广播以声音媒体之资加入Podcast浪潮 不只自制多档Podcast节目 在郁闷的疫情期间更发起跨媒体对谈 连续两周活泼生动的对谈 希望为观众带来消除居家压力和负面情绪的正面力量 精彩直播内容 欢迎到看正声点选重看 以上新闻由正声台北台 黄勋威 简玉倩 周静谱报道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掌声广播电台